在這裡 各位 我終於在這裡 好 跟著慢慢就過來這裡 好久沒見了 好久沒見了 你有沒有在TVB見到你 都是六年沒回來 剛才回來都 認不認識六年 真的兜錯了一點 因為很多新的建築 但回來都挺開心的 我這次回來是因為 我家人生日全部都是 四個都是可能在20天 不知道時間夾到 就可以上一上來 今晚唱什麼 今晚唱張康榮 共同度過 是 有沒有意思呢 這首歌 都有意思的 其實這首歌是 講經歷了很多 因為 畢竟就是 我是在TV 是成長出來的 當時我20歲而已 就是一張八字 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 total現在都十六年了 就是說不說都十六年 就是 都挺開心的 就是轉回一個圈 又回來 可以做事 可以見到同事 今天會上來這個節目 是誰會來的 是誰會來的 什麼淵源 淵源 就是一個 做香港先生的節目 組的一個同事 我跟他一向都一直都 維持聯絡 他很好 就是 都從小看得到我大 可能 就覺得 因為我剛好在內地 拿了個獎 什麼獎 拿了個潛力演員獎 因為我一部劇 現在跟Rain和羅家良 拍那一部 現在正在上 在內地 那一部劇 我就拿了獎 可能有些聲音 想邀請我回來唱歌 有沒有人邀請你回來 暫時沒有 但是之前有談過 隨緣 因為我主力都是在上面 但是 現在想見一下香港觀眾 我覺得透過這個節目都挺好 讓他們知道近來怎麼樣 很多人都覺得 都沒有太大變化的 就是上去上面 唱歌給香港觀眾 你當年離開TVB的時候 有些不太開心 那今天 這次回來 就是再回來TVB的時候的感覺 會不會有些 海船不貴的這個節目 都沒有 因為其實 以前TVB我是白紙 你年輕肯定會是 很多東西 因為我又沒有出過外面 很多東西我自己都不懂得怎麼處理的 那出在外面 很多東西要透過自己去爭取的時候 就是會懂得去 可能珍惜回每一個機會 那這件事就 年輕的時候會做一些可能 對的或者錯的事情 對錯就不說 但是我覺得是 我獲得的東西是很多的 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回來 就是全部都開心 很多同事都說 很久沒見你 很開心見到你回來 我沒有那股怨氣 完全沒有 沒有 完全是 一點都沒有 是的